張國柱議員 多謝主席 主席 國際數學奧林帕競賽役 即是奧數 起源於蘇聯 1959年 第一次在羅馬尼亞舉行 当時只是會有 社會主義國家才可以參加 十多年之後 資本主義國家才陸續加入 這個機制 是蘇聯數學家 埃爾莫哥羅夫發起的 當時的蘇聯 一些有天分 又聰明的小孩子 從中學起 就會被選入一些特殊的 數學學校接受訓練 探討數學難題 其實這個制度 是當時蘇聯保留 數學知識及人才 沒有辦法裡面其中一個辦法 當時共產蘇聯的教育制度 每個人的學習經歷都是高度統一 缺乏創意 升學和就業的依據 都是根據階級地位和背景是否舊紅而決定 莫爾摩爾莫哥羅夫 認為 必須開闢一個制度的空間 為社會留下科學的火種 所以堅持要等這些天分好 動力強的學生能夠走得更遠 進步得更快 在他倡導之下就出現了這些學校 在這些學校裡面有一個特色 就是學生學習音樂、詩歌 和去蛙船、遠足滑雪 而且不需要被灌輸共產主義 由此可見 澳數的出現其實就是注重創意 保留孩子活潑和自發性 是現代教育裡面所推崇的教育價值 今年七月 第五十四屆 澳數在哥倫比亞聖馬爾塔結束 有九十七個國家和地區 五百多名的學生參加比賽 中國大陸派出的隊伍獲得團體總分第一名 他們派出六個隊員獲得五金一銀的成績 其中一個隊員更是獲得個人第一 和南韓金牌數目並列第一 其實在過去十多年 中國、美國、俄羅斯 這三個國家一直是澳數最強的隊伍 每年總是在三甲之內理爭我奪 去年南韓突然間殺入重圍得到冠軍 而今年中國重獲失去三年的冠軍 可見中國在澳數的實力非常之強 但是很奇怪 中國很多專家學者 多年來都對推動澳數很有保留 因為這一個對孩子 他們認為是對孩子摧殘很大 因為當然 這當然是跟中國大陸教育制度 完善是有很大的 不完善有很大的關係 很多城市 例如北京、成都等等 多年來都是三令五申禁止將澳數和升學掛勾 不過理由理由 澳數培訓在中國大陸仍然是成佳成巷 因為這樣才是升上名校必備條件之一 其中當然是可能有利益施送 互相勾結 社會腐敗在裡面 或者我們談一談澳數的本質 很多時候數學家都指出 澳數現在這種為了贏取獎牌的灌輸式的數學教育 其實是會破壞了小孩對數學的興趣 那麼多年 中國大陸在參加澳數比賽裡面多次得到冠軍 但在國際代表數學界最高榮譽的獎項 是數學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之獎 截至目前為止 只有兩位華人科學家獲得這個獎項 一是來自香港大家熟悉的邱成童教授 另一位是澳洲的華裔數學家陶哲軒教授 嚴格來說 他們都不是中國大陸的數學家 邱成童教授去年11月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 講到關於中國大陸澳數禁止不絕的問題時候認為 澳數發展到為了升學的需要而集中斷摸 偏僻的題目、古怪的題目是令人荒謬的事 在中國大陸澳數曾經作為數學人才培養的手段而引入 但在國內教育制度注重名校、應是競爭等 源於資源分配不平等的情況下 很快就發展成為另一個摧殘小孩子成長的一個噩夢 又有人曾經問過 贏過澳數的陶哲軒教授 為何有一些數學、澳數金牌得主 沒有在數學界做出成績 而只有他能夠呢? 陶教授說 數學的研究和澳數所需要的條件不一樣 澳數就好像在可以預知的條件下面參加短跑比賽 而數學研究就是在現實生活一場 不可以預知的條件底下的馬拉松的賽 就是說前者是為比賽而比賽 後者是為生活、是人的成長 話說回例 澳數其實也不能夠說完全沒用 1988年 至今仍然擔任中國澳數代表隊教練的熊斌先生 培養出中國三十多名的澳數金牌得主 他對傳媒這樣說 他說澳數的訓練應該是更容易培養出非爾之獎的得主 因為一般非爾之得獎者都曾經參加過澳數 但是他不明白 為什麼中國在1986年正式派對參加到目前為止 那些得獎者最後在數學界都是無影無蹤的呢? 其實大家都看得到 不是澳數有什麼本質太大的問題 就像中國大陸每次奧運會都拿到很多金牌 但是整體國民的體質不是太好 關鍵不是什麼的獎項 而是基礎決定了成敗 教育也是這樣 體育也是這樣 同樣是澳數 美國和中國的水準也都很接近 但是選手賽前的訓練就很不同 他們重視日常教學 例如美國波士頓附近一間叫做 Philips Extract Academic的施立高中 每年的美國澳數的代表隊的六名參賽者 總有三四個是來自這間學校 這間學校的數學課很有特色 基本是學生教學生 十二個學生和一個老師坐在桌上 上課的時候 學生輪流在黑板講解一條題目的解法 老師和學生搞不定 老師在學生搞不定的時候才開口 但是老師也不會直接解題 只是引導學生去思考、討論 找出原理和他們建立的自信 主席 我想說的是 香港現在最需要的不是 是怎樣搞好基礎教育 不是數學 中文好 數學好 英文、歷史都好 美國一個小班教學就爭取了十多二十年 仍然得過吉 而是美國有一個鼓勵創意思考 反省、批判的教育方向 我們就只有一個應視式、淘汰式 甚至乎是灌輸洗路式的教育方向 今時今日的政府 如果在香港大力推動歐數 或者可以拿多幾面的獎牌 威風幾日 但是這些龐大的資源投入 我不認為對香港整體的數學教育有什麼好處 甚至只會加劇青少年升學的壓力 而明眼營也都看得到 袁東儀真是喊香港人之概 講到用公帑全數接待所有外國參加者 和一切花費用 包括了資助去2014、2015年的考察 這些大花童的建議 讓我們即時想起香港的融合教育 現在的資源缺乏 千瘡百孔的苦況 這個反差非常之大 今日的議員或者看得到 原議案內容如果得到落實 是一盤大生意得益的 只是一些千絲萬縷的利益的團體 主席 要提升本港學生整體的學術水平 刺激學生的創意思維和求知欲 首先要改善現在的教育制度的弊端 和為學生和老師鬆綁 觸進平等教育機會 和解決資源不足的問題 香港如果沒有良好的基礎教育系統 不論高薪科技或者其他產業都無從發展 因此我要求政府馬上推行小班教學 就數理科教育而言 鼓勵另類的學習模式 提供本港學生的數理 及其他科目等的學術科目的興趣 推行以人為本的啟發式教育 以有教無類為原則 為本港的學生提供適切的教育 主席本人僅此陳詞 梁耀忠